春分是哪一天? 每年公历大约3月21日左右,太阳位于黄金零度时是春分。 春分是24节气之一,是24节气中的第四个节气。 据《春秋返路》中记载,春分者,阴阳相伴也,故昼夜君儿寒暑平。 意思是,在春分这一天昼夜都一样长。 俗话说,二月经浙又春分,种树施肥耕地深,所以春分也是植树造林的极好时机。 春分后,南方大部分地区各地气温回升,月冬作物进入春季生长阶段。 除此之外,春分也是个重要的节日。 在伊朗、土耳其、阿富汗、乌兹别克斯坦等国,将春分作为他们的新年已有3000多年历史。 春分时节,人们会在祠堂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。 杀猪、赛阳请鼓手吹奏,以表示对先祖的敬畏。 只需要还转转身后来特殊兴 used节上历史。 dije� comprehensive. 小IR tipo市場 können隔离走一年里吗?